今年的奇妙大营救不仅疯狂玩梗 笑点也是满满的 你还记得有哪些地方戳中了你的笑点呢 一起来看看奇妙大营救里的爆笑瞬间吧 一 爆笑费娘娘 小羊们吃了猫糖再一次变成了猫猫 性格也跟着变化 费羊羊还是和一国大营救时一样 有超级严重的洁癖 不能忍受一点点脏乱 我怎么会在这么乱的地方啊 哎呀 藏死了 藏死了 二 喜羊羊洗猫猫在狗国的搞笑日常 喜羊羊刚到矿石镇就因为太帅 而差点被抓走当苦力 连士兵们抓他时都说 刚才那个帅哥拿着 看来我们喜总在各个种族的神魅里面 都是一个小帅哥呀 之后 喜羊羊在八卦广场打听消息 用来交换的八卦 并然是村长上玩厕所不洗手 更神奇的是大妈们对这件事情 异常感兴趣 三 小丽和旺财有情的开始 这对CP有没有小伙伴磕呢 小旺财的呆毛真的是太可爱了吧 好香啊 怎么这么多好吃的 然后你这是个大狗狗啊 四 小灰灰童言无忌 小灰灰看到在想阴谋的爱美将军的笑 直言不会地说 叔叔 我觉得你笑得好像一个坏人 五 谁能想到村长也能有这样的妖娆言意 为了从爱美手中逃出来 看着她被通缉 村长灵机一动 使出专属言意 向士兵们揭穿爱美的身份 六 论灰输的八百里加急 有多急 前线八百里加急 说八卦广场地震 好几个厕所大了 奇妙大营救 还有哪些地方戳中了你的笑点呢 可以分享在评论区哦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 带你一起来看喜辉的最新剧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